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三节至十五节 使徒行传第一章三节至十五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 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祖父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所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 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就被取上升 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 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 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 站在旁边说 加利利亚人呐 你们为什么站着往天呢 这一看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么样来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 离耶路撒冷不远 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 在那里有彼得 约翰 雅各 安德烈 菲利 多玛 巴多罗迈 马太 亚勒菲的儿子雅各 菲利党的西门 和雅各的儿子或者兄弟 犹大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 和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意地横切祷告 那时有许多人聚会 约有一百二十名 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 说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现在还在做工 并且一直引导我们的上帝 来横切寻求主的人 必会寻见 来赞美主的人 主会悦纳 来祷告的人 主必会应允 我们信实的主 的做工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因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的 所有的主的子女 愿主都能与他们同在 愿主他们每一个人 都能通过来进 都能过一个来见证主的 证人 愿主意地来帮助他们 主的真理的话语 是用我们肉体的智慧 是不能理解的 这是属灵的话语 这是属灵的真理 愿这属灵的话语 都能成为我们生命的话语 愿主的圣灵来引导着我们 我们此时此刻都来悔改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能力 要去生活的哪些一切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 因着主的圣灵的引导 都能因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依托于主的圣灵 愿主的圣灵 愿主的能力来成全在我们身上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以前在韩国人当中呢 可能是韩国人 有些韩国人都会记得 1983年6月 好像是6月30日 韩国KBS的这个 KBS的这个电视台呢 他们播放了南北朝鲜 黎善家族的这个 相聚的那个场面 那么通过这个节目呢 将近五个月的时间呢 那是一直只能是持续着来播放这个节目的 在韩国战争 以 有史以来 以来 呢 在韩国的南北战争的时候呢 他们虽然是通过 有很多的这个家庭呢 因为这个战争呢 他们是完全是 完全是 分散 离散 成为了离散家族 他们呢 似乎相是不能再见面 因为 他们是在那里呢 是一直是分离的 所以呢 他们 在韩国也是呢 是南北朝鲜呢 将近有一千万人 是他们是不能来 相聚的 那么这些人呢 南北分散的这些家族 家人们呢 他们就给 KBS的这个广播 这个电视台呢 给他们 写信 或者是打电话 或者是 通过很多很多的方式呢 来自己来申请 希望他们也能来见 他们曾经离散的那些家人的 当时呢 这个KBS的电视台呢 是在半年之内呢 一直是持续播放了这个节目的 当时韩国整个人都说 和整个韩国的国民都说呢 现在是韩国的全国民都在哭 并且是天也在哭的 那么通过这个半年之间的 半年期间的这个节目呢 就是互相见面的这个节目呢 有很多很多的人的分散的家庭呢 他们是重新见面了 那么他们在见面的那一时刻呢 那是用语言无法表达出来的那种激动的 他们是 连一句话都不能说 他们是互相 在这相拥着 互相拥抱着 在那里哭泣的 大声的 好哭的 可能是当时看见这个 看过这个节目的人呢 可能是都会记得的 并且这些节目呢 这个节目呢 当时呢 也是被编入了世界的这个 一些历史的这些节目上的 那么通过这个节目呢 是相聚的那些家人呢 他们相聚之后 他们又做了后访 一些后续的这些采访呢 那么他们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 他们虽然在那个节目当中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 他们是互相拥抱 互相在那里好哭的 但是见面两次 三次 见面几次之后 他们互相联系之后呢 那是大部分的家庭呢 是没有在 不会再有持续的 这些联系的 他们在第一次 在节目上见面的时候呢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 那个时刻呢 是非常非常激动的 是现在呢 是用语言 无法表达出来的那种激动的 但是在那之后 两次三次之后的那个见面呢 因为他们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和不同的想法呢 并且他们的生活的这个 生活的这个水平 生活的水准呢 也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有的人是有钱的 有的人是过这贫穷的生活的 所以呢 他们的生活 生活方式和这个思想 思考方式上呢 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比如说他们在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呢 就是说 如果给对方 如果这个南韩国的这一方 给这个北朝鲜的这一方 要买好吃的时候呢 他们会买最好吃的来给这些 北朝鲜的这些人的 那么北朝鲜的这一方呢 就觉得我们是没有钱 并且我们会不想吃这么钱 你是在可怜我 才会给我们买这么好吃的吗 他们就说在互相 他们在想法上呢 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差距的 所以呢 做了后访的 后续的这个采访工作的时候呢 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些磨合的 真的有的家庭呢 就觉得见几次之后呢 就不想再见面 虽然他们互相都是思念对方 会想都互相都是想见对方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真正的他们见面的时候呢 他们就发现了会发生 很多很多的问题 并且他们觉得 每次见面都会有很大的负担 就觉得每次的见面 反而是更大的一个累赘的 他们就觉得啊 那咱们就在这好的时候 就到此为止吧 不要再每次每次再见面吧 因为他们觉得希望越大 他们就觉得是失望是更大的 他们觉得期待的是大的 所以呢 他们就觉得希望是更大的 他们就觉得失望是更大的 他们是通过很 很就是艰难的这个方式呢 是互相见面的 但是一直持续下去见面的这些家庭呢 是很少很少的 那大家能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的人说啊 我是觉得不和那样的 有没有人说啊 我是觉得不和那样的呢 人呢 其实人呢都是互相 都是有 人呢都是有限 就是这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有的人说我就是不一样 我就是特别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一旦这个人一旦 遇见了这件事情 就说这件事情一旦掉在你的眼前的话 那么你可能也都是会做个 同样的这个选择的 你不要说我是超越所有的感情 超越所有的这些能力 我是特别的人 这世上没有特别的人的 你能理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今天我们念的这个圣经上的话语呢 是说 向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态度 就是说所有的弟子们的这个态度呢 都是同样的 这个橄榄山呢 是耶稣呢在升天之前 他在这个世上最后 就是就像遗嘱似的这个 就就像留下遗嘱似的这个一个地方的 他是在这里最后来嘱咐弟子们之后呢 他是升天的 这并不是一个幻想 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现实的 那么在这里见到 在这里说看到耶稣的这个神迹的 就是圣灵的做工的 是有将近有五百个人 那么耶稣呢在这里留下了 就像是遗嘱似的这些话语的 他们一直来跟随耶稣的人 就按照耶稣基督的人 是有几个呢 只剩下一百二十个人的 那么就是说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就三分之二的人 他们是怎么样了呢 那么只有一百二十个人呢 他们是见到了耶稣升天的 他们见到了耶稣升天 但是最后他们是没有一直持续下去 他们对耶稣的话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他们是呢是对耶稣呢 没有任何的期待和希望的 他们就觉得哎呀我看到耶稣之后就行了 他们就没有一直持续下去的 为什么呢 他们也对耶稣基督的这个认识 这个理解度呢是只能是到那里 他们觉得哎呀我见到耶稣的神迹之后就行了 啊我听我看见了耶稣之后就行了 他们就觉得从此之后 他们就不会再有什么要做的事情了 就说他们对耶稣呢 他们觉得耶稣升天之后就不就觉得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所以呢耶稣呢在最后 对他们所嘱咐的那些话语呢 他们是没有意义的铭记的 今天圣经上所出的话不仅仅是今天圣经上的话语呢 耶稣升天之后 耶稣升天之后 已经是过了两千多年了 那么在两千多年当中 这世上的人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的态度呢 都是同样的 来到耶稣面前的人 一开始呢 他们去寻找耶稣 他们希望是能看到耶稣 他们希望能见看到耶稣的神迹的 那么他们刚开始见到耶稣的时候呢 他们觉得耶稣是拿撒里这个村子里的耶稣 是一个平凡的玛利亚所生的一个这个人的 然后他们看到耶稣的神迹 之后呢 他们就说啊 耶稣是上帝 耶稣是神 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叫主呢 但是后来他们又叫了耶稣为主 他们在看到耶稣的这些神迹奇事之后呢 他们是有了这个反应的 他们就觉得啊 耶稣是真正的是上帝 他们觉得耶稣是做了人不能所做的事情 耶稣呢是显现了神迹的 所以呢 他们就喊耶稣为主的 但是他们喊耶稣为主呢 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有很好的信仰 他们只是一种就像是条件反射似的一种喊主 他们觉得耶稣是显现了神迹 所以呢 他们就喊耶稣为主的 他们对耶稣没有很深的这个信仰 但是他们一直是还是跟随着耶稣的 他们呢在三年半期间呢 一直是以耶稣的弟子的这个名义呢 来跟随着耶稣的 但是呢 他们没有这些坚固的信仰的 他们一直是在先看 边看耶稣的神迹的同时呢 是一直来跟随着耶稣 成为耶稣的弟子的 但是在最后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们在那一瞬间 他们原本因为这次是有信仰的 但是他们看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 他们就显现出了他们真正的这个 他们真正的 他们的面容 就是说 他们在三年半期间 一直说 啊耶稣是我的主 耶稣是我的主 但是他们看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们在耶稣被受刑罚的时候呢 这些耶稣的弟子们呢 他们是完全的失望的 并且呢 耶稣的弟子们呢 是一直是要躲避耶稣 他们觉得 哎我要与耶稣断绝关系 他现在备受刑罚 我不能再受牵连 他们就觉得 我要与耶稣断绝关系的 那么像彼得呢 他呢 甚至是咒诅了耶稣的 他说啊 我是与耶稣没有任何 他并不是说 并没有仅仅说 啊 我是与耶稣没有关系 而是说 他在很多人面前说耶稣的坏话 并且呢 他要证明 并且他要用 他用咒诅的话语呢 是证明他与耶稣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就是说 他是与耶稣是没有真正的 啊 这个信仰的 他看到耶稣被带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 他觉得他对耶稣的信仰呢 就信心呢 是完全是破碎了 他就说 啊 如果我不证明给别人看 我与耶稣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我可能要受牵连的 所以呢 他就在 别人面 众人面前呢 他是显现 就表现出了 他与耶稣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他们在三年半期间 一直喊耶稣为主 他们一直说 主啊主啊来跟随着耶稣 但是在那 危急的时刻 在那一瞬间 他们是完全是逃避的 他们也不想受到牵连的 那么就说 他们是对耶稣没有真正的认识的 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 他们口里虽然说 喊耶稣为主 他们 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为 耶稣是上帝的 他们如果真正的认为 耶稣是上帝的话 他们是不会来违背耶稣 来背叛耶稣的 如果他们真正知道 耶稣的这个真正的价值的话 那么他们是 就是在最危险的时刻 最危险的时刻呢 也是不会来背叛耶稣的 那么有的人呢 有的人 他们在 就是他们在临死之前呢 也是抱着自己最 最爱的这个钱 或者是自己最爱的东西的 那么 这些人 那么 如果他的 耶稣的弟子们如果知道耶稣的珍贵的话 他们一定是不会唯一背这个耶稣的 但是他们在最后一刻呢 是完全是背叛了耶稣 并且 他们呢 说 他们在那危急的时刻呢 他们觉得那是 他们觉得是自己会被收牵连 他们觉得 如果 我不被 我不 我不成亲 我与耶稣是没有这个 关系的话 我可能也是会被收牵连的 所以呢 彼得呢 他是最先来咒诅耶稣 他在和众人面前呢 是要澄清自己是与耶稣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那么在与耶稣的这个三天期间呢 是很快的就过去了 那么在三天之后呢 在三天之后是怎么样了呢 耶稣呢 是在第三天 在第三天的凌晨呢 他是复活到 他埋葬他的那个墓里面呢 是完全是空到 那么看到耶稣复活的那些 那几个女人呢 他们就对耶稣的弟子们说这件事情 那么他的弟子们呢 就非常非常的惊吓 他们就觉得啊 这是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但是他们所不想相信的事情 真正的是实现了 耶稣是真正的是得以复活了 耶稣的弟子们呢 虽然听到这几个女人说 是耶稣是复活了 但是他们没觉得耶稣是真正的复活 他们就说啊 这是不是幽灵啊 这是不是鬼啊 但是耶稣对他说 幽灵这个鬼呢 是没有肉和没有骨头的 但是我是有肉和 我是有骨头的 那么耶稣是每个瞬间呢 都是知道他的弟子们是想着什么的 所以呢 耶稣的弟子们在那里回忆的时候呢 耶稣是马上说 我并不是幽灵 我是有肉 我是有身体 我是有骨头的 那么他的弟子们呢 也是惊奇了 看到已经是看到了真正的耶稣 他们看到耶稣真的是得以复活 但是他们是还是没有完全相信的 他们虽然是看到很多次的耶稣的复活 或者是耶稣所行的这个神的骑士 但是呢 他的弟子们呢 就是在每次危难的时刻 或者最重要的时刻呢 他们还是违背了耶稣的 然后呢 他们在每次回到之后 就是说每次危难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呢 他们是有回到了他们这个平凡的生活的 有的人说 啊 我是 他们是泪流满面的说 啊 我是真正的感谢牧师 我是牧师啊 我是真正的感谢耶稣的 我是真正的感谢神 我真正的感谢你 你们这个教会的 你帮助我太多了 他们是这样 他并且说 我是一生都不会离开你的 但是 我是不会相信的 我是不会被欺骗的 一开始我听到这些人的这些告白呢 我是真正是相信的 但是我现在是一般是不会相信的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都是会离开的 有很多的人如果这么对我说的话呢 我是就能说 啊 是 是吗 是真正是那样吗 我会给他们 嗯 嗯 祷告的 我向上帝祷告的时候 说 嗯 主的子女们现在在这里这样的告白 这样激动的告白 但是愿主引导他 不要让他来离开上帝 希望他能一直是真正的来 跟随着上帝的 他因为是激动的 他因为当时是激动的 所以呢 他可能是不会完全的来 他可能是自己是控制不了自己 嗯 的这个感情 所以呢 他会说出很多那些感情 风承的这些话语呢 但是呢 我会向上帝祷告说 希望主能来控制他的罪 希望主呢 能来控制 呃 掌握住他的信用 希望他能一直 来拥有这些祷告的 因为有很多的人 他们在一时用事的时候 或者是一时激动的时候 会说很多很多的话的 但是 在那事情结束之后呢 他们会马上是会反悔的 在座的 呃 所有的人的告白 如果我都是相信的话 我可能是现在都 有五辆这个奔驰了 有的人说 不是 我收太大的恩惠了 我听你的这个讲道 我太 我收太多的恩惠了 你的车现在 不是二手车 我 蒙了恩惠 我希望给牧师买一台车吧 现在有很 有很多很多的人呢 都是这样告白过的 但是即使我们的生活呢 其实我们的 呃 现实生活是怎么样呢 我们的车呢 现在还是 呃 在做长期的贷款 每个每个月去还的 有的人呢 他看见我以前开的 那个二手车的时候呢 突然走着走着 车就停下来了 然后呢 有一位圣徒 他就说 哎呀 牧师 我受太大的感动了 牧师 你怎么能开这样的二手车呢 我明年 我会给你买一台 什么什么车 那车牌子 我连听都没听过 我如果相信这些话 我可能是会被欺骗的 但是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然后呢 我会为他做祷告 道 耶稣啊 这个人说了什么样的话 主啊 我并 愿主来引导我 让我不要相信 他这样的话 因为如果我真信任他的话 我可能会 对他有期待的 如果我对他有期待 那是我的不是的 我可能会受伤 很的 你们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耶稣呢 也说 他是不会接受人的这个见证的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有很多人说 耶稣是这样的样的人 耶稣是什么样的神 耶稣是我的主 耶稣是我的主 耶稣行了什么样的神的骑士 但是 这些的见证呢 耶稣是不会来接受 耶稣是不会完全来接收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人呢 一时用时一时激动呢 会讲出很多连自己控制不了的 这些话语的 就是说 暂时的告白 暂时的那个激动呢 那些 只是属于是 你属于你肉体的 暂时的告白的 这样的告白呢 是暂时就像是泡沫似的 这样的话呢 你们不要对他有任何的期待的 所以呢 复活的耶稣 他们这些 他的弟子们看到了耶稣的复活 但是他们那之后 他们又回到什么样的生活呢 他们又是回到了 他们的日常的生活 他们又回到了 并不是 刚信主的人 并不是说 那些弟子们 曾经跟随着耶稣 基督三年半的 耶稣的弟子 一同与耶稣用餐 一同与耶稣同情 看到耶稣的这个神迹 骑士的这个弟子们 但是他们是又回到 曾经是与耶稣 最站在最亲近的人 这些人 他们最后是成为了 完全是回复到了 他们从 就像是 从来没有见到过 耶稣的圣经 其是的 这些人是的 耶稣并且对这些众人说 直到你们领受圣灵 那你们不要离开 耶鲁撒冷的 那么如果你们领受到了 天父所给你们的 这个圣灵的话 那么在圣经上 在日本的圣经呢 是讲 是用了这个 全能的这个尺导 那么在我们中文的圣经 我们可以看到呢 如果直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的 在这里呢 是说必得着能力的 是得着全能和能力的 全能和能力 有很多的人 只是在那里 相信能力的 你们应该也是 要得着全能的 要得到这个权力的 但是你们没有得着全力 只是想去得着这个上帝的能力的 有的人说 我虽然是没有很坚固的信心 但是呢 主啊 愿主来赐给我能力 让我能得着这个全能的 那么 有的人是在那里笑 但是呢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正确的答案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不仅仅是要得着上帝的能力 首先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子女的 我们说全能和能力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就说 这是通过你的这个身份 通过你的身份来显现出来的这个能力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身份的话 你是不可能拥有那个全能的 你就算是暂时有那个能力 那也是借来的 那么就是说 你要有这个全能的 比如说一个王子出生了 王子出生的时候 刚开始出生的时候 他是一个小婴儿的 因为是婴儿 所以你有可能会去欺负他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国王的王子出生的话呢 比如说 因为这个王子出生 因为是一个婴儿 所以呢 他的手下 就是说这个仆人们 会不会是谁 任意的去欺负这个婴儿呢 但是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王子 虽然他是婴儿 他是没有能力 但是因为他是有 他的这个尊贵的身份的 所以呢 任何人都是不能随意的 这个带这个婴儿的 那么你是不是觉得说 你 我不想 我不想什么要身份 我只是想得着这个能力 我是想得着治愈 疾病的这个能力 我是想得着什么什么 恩赐的能力呢 那么现在你们得着全能和能力 并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说 你首先要恢复 你要成为上帝的子女的 这个身份的 你只有首先拥有这个身份 你才能得着这个能力的 如果你恢复了 上帝的子女的这个身份的话 那么你在所需的时候 你就是不用祷告 你就在所需的时候呢 你是会得着的 现在的很多的教会呢 他们只是祈求能力 他们对这个自己的身份 没有很大的这个关心 他们觉得他们不用恢复 什么上帝的子女 怎么怎么的身份的 他们只是觉得 他们只要有这个能力就行 只要有这个全能就行的 他们只是去祈求祝福的 这是撒旦最喜欢的 这个祝福 祷告的 生命的宝静呢 耶稣呢 是留下了上帝 这个宝静的 那么在这个世上呢 其实是有很少的 这个真正的教会的 在韩国呢 有句俗语呢 在洪水当中呢 是没有矿泉水的 如果洪水泛滥的话 洪水泛滥呢 虽然是有很多的洪水 但是这些都是泛滥的 这些洪水呢 都是没有必要的 它会淹死很多的人 但是没有真正需要的水的 那就是说 同样是水 但是这个水呢 它们全都是不必要的 甚至是害人的这个水的 现在在这个世上呢 是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教会的 但是没有真正的矿泉水的 那么真正是 去求上帝的子女 去求上帝的这个 真理的这个教会呢 是很少很少的 大部分人都觉得 只要有钱就可以了 只要能挣很多的钱就可以了 我只要有很多的钱 我要有 我先好好的去享受 我先去好好的去花 然后呢 他花完钱 享受完之后 他就觉得 哎呀我太失落了 然后呢 他们就会觉得 要去教会的 大部分的人都觉得 来到教会的人 都是在这个世上 人生失败的人的 所以呢 有很多的人觉得 哎 教会来了一个富翁 就觉得是 嗯 他会不会 能不能来帮助我点 能不能来拉我一把呢 有很多的基督徒呢 他们看到 有钱的人来教会 他们就是觉得 要自己 要拉一把的 在教会里呢 在教堂里呢 我们要首先恢复于 上帝的子女的 这个身份 然后呢 要得到这个全能的 你现在拥有什么 并不是重要的 比如说 这是一个金块的话 那么可能是 很多很多的人 都会觉得 想要这个金块的 那么你拥有几块 这个金块 并不是重要的 就是说 你现在是 是否是上帝的子女呢 你现在是否是 拥有这样的信仰呢 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 领受圣灵的话呢 在这里呢 如果你没有 领受圣灵的话 你是不可能 明白这些话语的 如果我们相信 就热烈的鼓掌 把所有的荣耀 归于神地 作为人 出生在这个世上呢 你是要成为 撒旦的子女呢 还是要成为 上帝的子女呢 你连这一点 都不能区分 反而你只是去 喜欢这些金块的话 那是不正确的 很抱歉 很抱歉 我对韩国人 我说就很抱歉 来到日本的 这些韩国人呢 他们经常会说 一句话 说回到韩国呢 他们觉得 他们就说 在韩国 我有好几个房子 我有好几套房子 你们为什么要 炫耀你们的房子呢 他们会炫耀你们 自己所拥有的那些 几套房子的 他说 我回韩国 我会有好几套房子的 我有好几套 并且有几幢楼房的 我在韩国呢 是没有一套房子的 我在韩国是 一无所有的 我是两手空空的 我是没有任何的一切的 但是呢 因为我是牧师 我是不必要这些房子的 我是上帝的子女 所以呢 我是不必要这些的 我没有属于我的名义的 这些财产的 但是我是不会担心这些 但是我是不会担心这些 我还是一直是 有很大的希望的 我在26年前来到日本的时候 来日本开始 呢 我就是已经是放下了我的一切的 因为我在我所学的日语专业当中呢 我是学过最高的这个境界的 我当然在当时呢 在26年前呢 我可能是会回到韩国之后 到最好的大学当教授的 但是我在26年之前呢 我是放下了一切来跟随住的 因为我是知道 人生应该追求的是什么的 并且我当时知道 我如果一直走教授这个道路的话 我是知道 我最后在七八四十岁的时候 我是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的 所以呢 当时呢 耶稣是来敲开了我的心门 心非 耶稣呢 是来敲了我的这个心门之后呢 来开启了我的这个心的 我在相信 我在来下决心 相信耶稣 那时刻开始呢 我当时呢 我虽然是说是相信耶稣 但是我还是喝点酒的 以前虽然说是相信耶稣 但是中间呢 还是喝点酒 还是抽点烟的 但是我和我妻子所说的话语呢 一直是说耶稣的 因为我们所说的呢 都是耶稣的 虽然我是在那里犯了很多的罪 但是我心里呢 是充满了耶稣的 我虽然是喝酒 我和我的妻子虽然是喝酒 但是呢 我们俩边喝酒在那里边谈耶稣 我的妻子呢 她一喝酒的话呢 她就真的 她是真的是好女人 比如说 我们俩喝到 喝酒 喝到凌晨两三点 那么喝到凌晨几点 如果没有这个下酒菜的话 她还会 她会马上做几个下酒菜的 很好吃的下酒菜 就是我们俩边喝酒呢 边在那里谈耶稣 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是觉得 如果有耶稣的话 这世上的一切都是没有用的 虽然我们一无所有 但是我们的心里是充满的 就是说我们作为上帝的子女呢 我们是 我们觉得我们作为上帝的子女呢 是拥有一切的 王呢 王呢 他无论是到哪里呢 他是不会就是说 退缩 他不会觉得没有自信的 因为他是王 他是拥有一切的 所以呢 他到哪里呢 因为他是有这个身份 他是这个王的身份的 那么这些所有的人都应该是来侍奉这个王的 所以那王呢 他不管是到哪里呢 他不会得到别人的许可 他不需要别人的许可 王不管是到哪里 所有的人都会为他开启这条道路的 但是他的手下的人 他们到哪里呢 他们都觉得 啊这件事我也要得到批准 那件事我也要得到别人的认证 啊 那个 这件事情我也要得到别人的许可吧 这就就是身份的差别的 那么 作为仆人 他们到哪里呢 都要有得到主人的这个许可的 但是作为王呢 无论是到哪里 都是有自信的 都是不需要别人的许可的 这就是我们身份的重要性的 在圣灵驾龄之前呢 耶稣的弟子们那也是那样的 他们要走的这个道路呢 虽然耶稣是告诉了他们 但是呢 他的弟子们那是 还是不知道这个 他们所走的 所应该走的道路的 他们是一直是在哪里逃避的 他们是用自己的能力 来侍奉耶稣 来跟随着耶稣的 他们用他们肉体的能力 就是用肉体的这个想法和感情呢 来跟随着耶稣 来成为耶稣的弟子呢 这只是他们的能力的 但是他们在最后 耶稣在升天之前 他们说什么了呢 他们说 你们要领受圣灵 你们要得到这个能力的 直到你们得到这个能力呢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你不要说你自己说 我要去赠钱 我要去哪里 说耶稣 我在我的人生当中 我要做什么样的计划的 因为这一切都是需要的 直到你们领受圣灵之前呢 你们不要计划你们自己的事情 直到领受圣灵之前呢 直到你们领受圣灵呢 你们一直要祷告的 要求圣灵的 如果你们领受圣灵的话 那么你们就要得到 这个成为耶稣 上帝的子女的这个全能 这个能力呢 你们要按照圣灵的引导去行 你们要确定 你们要确保 你们这个成为上帝的子女的 这个身份的 你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身份的 你们要完全知道 你们要恢复 你们的这个上帝的子女的身份的 你们无论到哪里 你们都要知道 我是上帝的子女 无论到哪里 你们吃什么 穿什么 喝什么 并不是最重要的 就说你们是自由的 你首先要作为上帝的子女 然后你们要拿着这个全能的 这些如果你们没有领受圣灵的话 你们是不知道的 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的话 你可能是不能明白这些话语的 因为你们 不能打开你们的心扉的话呢 你们是不能睁开灵眼 不能睁开灵耳的 我们作为上帝的子女呢 一定要恢复这个上帝的子女的身份的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打开你们的心扉呢 希望都能得到这些能力的 然后呢 让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都会明白这个上帝的这个旨意的 如果你们得到圣灵的引导的话 你们就觉得 啊 这我真的是明白的 我是恢复到了与耶稣的 这个与上帝的这个身份 如果你们真正的按照圣灵的引导 按照上帝的这一去行的话呢 那么这一定会是成功的 这些神迹呢 就像是影子一样的 那么这些神迹 你会看到这些神迹 因为这个 那么这个全能 全能这才是真正的实物的 只有这个全能 只有这个实物呢 才会有这个影子一直是跟随着的 那么就是说 我们作为上帝的子女呢 我们首先要得到这个全能 要有这个实物 实体物的 我们呢 首先要得到圣灵的能力的 比如说 你们的这个身体和你们的影子 哪一个更重要呢 我问我的妻子 她希望我能成为像影子一样的 这个丈夫吗 影子呢 有的时候会出现 有的时候是不会出现的 但是真正的实体 实体才是最重要的 神迹呢 是你有也行 没有也行 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实体 这个本体 是最重要的 这个本体 真正的实物呢 是一点都不能缺少的 如果你们相信 就热烈的故障 把所有的人要归于神 无论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你们的本体 你们的实物呢 你们一定要保守好的 作为上帝的尊尼呢 子女们呢 我们一定要保守好我们的这个实体的 如果你们没有受到圣灵的引导的话 如果你们没有得到圣灵的帮助的话 这绝对是不能得到保障的 因为这世上是没有这个能得到保障的这个能力 所以呢 你们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你们首先要祷告 要得到圣灵充满的 这其实就像是耶稣的最后的遗嘱 这是耶稣的最后的遗嘱 现在你们要相信 你们作为上帝的子女 出生在这个世上呢 你们不要像加利尔大 他们是一直是只是去追求这个影子 他们并没有去追求实体 结果他是受咒诅的 你们绝对不要跟随着这样的信仰呢 不管是作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作为上帝的子女呢 我们要得到这个实体 实物 这个影子 这些神迹呢 有也行 没有也行 我们首先一定要认证 一定要紧紧地坚固我们的这个实体 实体的 我们时时刻刻呢 都要恢复 我们是上帝的子女 的这个身份的 很多人说 我真想用 我真想要那个东西 我真想要这个东西 你曾经觉得是最珍贵的呢 世上的一切呢 你可能都觉得是 不止一分钱的 你可能你真正知道上帝的子女的话 你可能就觉得 以前我的妻子呢 她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威士忌的 但是她现在呢 她说她现在是 连想都不想想的 那么就是说 因着上帝呢 因着上帝的引导呢 我的实体呢 是也是得到改变的 她说 现在我想到这个威士忌 我都觉得 我是想要吐的 她不知道她以前 为什么她是那么喜欢喝酒的 但是现在呢 因着上帝的引导 上帝充满在我们这里呢 所以呢 她是不喜欢喝酒的 就说我们的心里呢 我们的心里呢 是看不见的 我们的心是看不见的 但是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虽然我们是看不见 就像这个心一样的 虽然是看不见 但是确实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的灵魂呢 也是真正是存在的 我们的灵魂呢 就一定要让我们的灵魂体呢 真正恢复我们 上帝的子女的这个身份的 我们要得到圣灵充满 我们要得到圣灵引导 直到圣灵充满呢 你们先不要在哪里打呼呼的睡觉 你们不要成天想吃什么好的 玩什么好的 你们就算是少吃点少睡点呢 你们一定要去祷告 直到得到圣灵充满 因为你们越困越睡 所以呢 你们就少睡点了 有的人说我只能睡五个小时 我只能睡七个小时 但是我们如果少睡的话呢 反而是觉得会 身体是更加轻快的 因为我去祷告 我去过一个祷告的生活 我是得到圣灵充满的 所以呢 我会马上会打起精神来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一切呢 都会成为你们的见证 你们得到圣灵 你们得到能力呢 你们一定会成为耶稣的 上帝的这个证人的 直到地基 你们会成为耶稣的这个证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得到了圣灵的充满 你体验到了圣灵的充满 如果有什么好的事情的话 你不用我说 有的人还会给我打电话 说哎呀 我是得到了什么样的 这个圣灵充满的 他会一直给我打电话 是高兴的说这件事的 那是因为他是激动 是高兴的 如果得到圣灵充满的话 如果得到圣灵的引导的话 我是不可能是光 呆傻傻的呆在这里的 无论是到哪里 我都是想要去传耶稣 去传上帝的话语的 我们神学校的这些神学生们呢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说 我不想去哪 我哪都不想去 神学生们的这些表情 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表情呢 亲爱的各位 耶稣呢 如果我们领受受灵的话 我们会成为这个证人的 那么紧紧来相信耶稣的人呢 他们是暂时的相信的 但是呢 比如说要成为证人 证人是什么呢 就说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呢 是真正是实现了这些 然后你通过这些事情 是可以做见证 可以做这个证据的 那么只有是因着圣灵的引导呢 才可以让你的生活当中 显现主耶稣 来拿着这个证据去行的 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的话 那只是虚假的 只有是因着圣灵的引导呢 才能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实践这个耶稣 实践这个圣灵的 实践这个上帝的能力的 只有我真正体验到耶稣呢 并不是说哪位牧师说了耶稣怎么怎么样 谁谁说了耶稣怎么样 我才是相信的 而是说我是真正去实践 真正是可以体验的耶稣 可以真正的拿着我体验的这个事情 是去做证据的 有很多的人 别的宗教呢 都是没有见证的 但是我们的基督教呢 是有见证的 见证呢 是说真正的 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拿着这个建筑 可以对别人讲 这才是见证的 那么我们在死后的这个生活 我们要去的这个世界呢 这是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 这个呢 是撒旦们呢 是不能同行的 撒旦们呢 是不能去做的事情 但是呢 因为耶稣是 因为是得到了圣灵充满 得到了圣灵充满 如果没有复活的话 如果没有复活的话 那永生 如果没有永生的话 那么这些基督徒们才是真正的最悲惨的 但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复活 耶稣基督来给了我们这个希望 所以呢 曾经让耶稣 不一定是在十字架上的这些人 他们在看到耶稣 他们在得到圣灵充满之后呢 他们在得到圣灵充满之后呢 他们才是真正体验到了这个上帝的能力的基督教呢 他们就算是被殉教 就算是因着耶稣基督被 因着耶稣基督 因着耶稣基督 殉教呢 但是他们在死后呢 还是有希望的 如果没有这个死后的这个永生的话 如果没有我们死后的这个永生的世界的话 没有天国的话 我觉得是我们基督徒们呢 是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 比如说小学生或者是中学生 高中或者是大学生 或者是你们在你们的人生当中 可能是在最初的时候 你们觉得是你们的人生是非常非常美好的 那么比如说 在人生最初的时候 在最好的时候 在那里停止的话 会是怎么样的 那是非常非常悲惨的 你们原本是更加可以更加开放 可以更加发展的 但是在中间 如果停止生长 如果死亡的话 那会怎么样呢 是非常非常的悲惨的 那么我们的肉体呢 就算是麻痹了 就算是 有的人说 我就算是麻痹了 就算是怎么样 我也是不想死的 这样的人呢 是因为觉得 在这世上死后就是结束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 耶稣也让我们看到 我们在死后呢 是有别的世界 是有永生的世界的 是由这个天国的 耶稣的弟子呢 他也是看到 耶稣的这个复活 看到了圣灵的 得到圣灵的印度之后呢 他也是真正知道了 这个复活 这个死后的这个世界的 然后呢 他是真正的来传耶稣 如果没有这个永生的世界的话 没有天国的话 他们觉得来相信耶稣真的是 其实是最悲惨的 使徒保罗呢 他曾经是逼迫教会的 但是他在后来是 完全是来跟随了主 传耶稣的这个复活 并且是传天国的 使徒保罗呢 他在最后呢 是被关进了监狱 那么他是因为传了耶稣 他传了福音 所以呢 他是被关进监狱的 使徒保罗呢 他所看到的第三个天 他看到的那个乐园的世界呢 这是用肉体的想法 是绝对不可能看到或想到的 他是领受圣灵的人 真正是像使徒保罗一样 曾经逼迫教会的这个人 但是真正来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之后 真正来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呢 他们是完全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的 我也是同样的 在26年前呢 我在日本学习这个日语博士之后呢 我是拿到了 我真正是成功的人 我是真正的 在一年期间 我是非常非常高兴的 我觉得因为我拿到了日语学的这个博士之后呢 我觉得我是完全是可以拿到最好的这个生活的 我当时就是光拿奖金呢 我就可以拿很多很多的高额的奖金的 并且在大学边教边当教授呢 并且也可以到各个企业呢 去教这个日语学的 我当时呢 决定下来 我当时 决定下来这些事情之后呢 但是神问我说 30年之后你会怎么样 40年之后你会怎么样呢 我看到了我的人生的最后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我的人生是 真的是有有限的 我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当时觉得 我当时用的一切 其实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算是喝酒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抽烟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的 当时耶稣是来到 我的 我里面的 然后呢 当时虽然是没有 完全这个升华 所以呢 我当时虽然是有 喝酒 抽烟的这个现象 但是 在十个月之后呢 我是得到了圣灵充满 我是真正知道了 认识了耶稣 我是知道了 我是应该怎么样去生活的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对耶稣的这个希望是更大的 讲到之后 你摸摸我看看 我都觉得你可能会被烫伤的 我都觉得 嗯 你会被烫伤的 因为我现在 我的心呢 是非常非常火热的 所以呢 你可能是会被烫的 哈利利亚 那么这样的话呢 有的人觉得我是在说谎的 但是如果这是假的 如果是谎话的话 如果这 如果这不是真实的话 你们在测试之后 你觉得说 啊这是假的 这是谎话的话 那么谎话呢 是马上会被戳穿的 如果这是谎话的话 我们教会不会持续二十几年的 但是我们的上帝呢 因着我们的信仰 我们在前行的时候呢 我们的主是为我们开启掉 开启了一条 嗯 更加宽敞的道路 并且让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见证的 耶稣基督呢 是为我们允许了 那永生并且是复活的 我们的这个上帝呢 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和圣灵的帮助的话呢 是我们肉体的智慧是不可能理解的 因为我们肉体的这个想法是绝对不可能理解 不可能完全明白这个上帝的旨意的 但是因着圣灵的引导去前行的话 在这里呢是没有限制的 我们可以尽情的来享受 在那无限的空间当中呢 来享受耶稣基督的这个大能的 从前的这个有限呢 变成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无限的 就算是别人不用对我说 我还是会想每天每天 我自己是想去祷告的 不用别人对我说 吹我怎么样 我还是要去教会 我还要去做这个上帝的事情的 在上帝面前呢 我是不会有那懒惰的这个心情的 我在上帝面前呢 我是可以告白的 在耶稣在信主面前呢 我虽然是读了博士 别人呢 我的朋友 我的同学们呢 他们是从早上开始就去读书馆去学习 但是呢 我其实是并没有花很长的时间去学习的 我是也是去喝酒或者是 我可能是每个月 我学习的时间可能是才一周吧 但是呢 我当时呢 是完全是大概大概的学习的 但是我在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呢 我是成为了完全诚实的人 我是每天每天每天都是会诚实的去祷告的 有的人说 牧师你星期就休息一天 你每周每周你都会 你不要每天每天都会忙的 我在26年期间 我是一天都没有休息过的 我是时时刻刻都是不会休息的 以外不及上呢 它是经常是有长期的假期的 但是我是绝对不会有假期的 而是一天都是不会休息的 因为我觉得我有事情做呢 是更高兴的 我能去拯救一个人 我能让通过我呢 来让一个人来认识耶稣 相信耶稣我也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的 这是一个用语言无法表现的这个喜乐的 有很多的人用电话或者给我打电话问我事情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高兴的事情 有的人说牧师这么晚很不好意思很抱歉 但是我绝对是不会 你不用那么抱歉 我在听你们这些见证的时候呢 我觉得是我的生命里是更加高兴的是喜乐的 因为我能引导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来相信耶稣呢 我觉得这是非常高兴的事情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的 所以呢我的身体也会做出反应 我是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的 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得到圣灵充满的话呢 这是你们用 根本是不可能感觉到的 我们得到什么样 我们是否是得到圣灵充满呢 那才会有的人有的人说 我一听这样的讲道 我都觉得我都是觉得非常的心理不平衡 我不想这么做的 如果你们心理不平衡的话 如果你们得不到圣灵充满的话 你可能是不可能理解我的这个讲道的内容的 如果你们没有圣灵充满的话呢 你们就会觉得一听这样的讲道 是非常非常的受负担的 你们就觉得不是那么太高兴的 并且那些撒旦呢会嫉妒的 为什么你们看到这个圣灵充满 圣灵的做工 你们会为什么会觉得那是要反对呢 曾经呢有一个从九州来的一个和尚呢 反而是来表扬我 他说哎呀牧师你做的这件事情 太太值得表扬了 我是得到这个一个和尚的这个表扬 但是作为去反而是有很多的这个牧师们呢 他们是嫉妒我 要坏我的 那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这些恶的灵 他们呢是要来反对我们这些圣灵的做工的 如果你们一直要按肉体去行的话 那么可能是不会有这个斗争的 但是我们来按照圣灵的引导去做 去做属灵的事情的话呢 因为那些撒旦们呢都是知道的 所以呢他们是拼命的要来反抗我们 要来破坏我们的 但是他们如果也得到圣灵充满的话 我相信他们会比我做的更好的 因为他们是真正体验到了那些属灵的世界的 比如说给你们摆了很丰盛的食物的话 那么有的人是说连咽都没咽下去 就会有的人是往嘴里塞满东西的 因为他们是知道这个的好吃的 所以呢 因为他是知道这个的好吃的 所以呢他会吃很多很多的 那么如果我们一直圣灵来认识耶稣的话 那么我们会 我们尝到了耶稣的这个好吃之后呢 我们就会觉得会更加的要多多的吃的 但是有很多的人呢 他们是脚踏养之船 他们是一走踏着教会 一只脚踏着这个世界 他们是说 我会时常做好 要离开这个教会的准备的 如果牧师说了什么 对我讲了什么 我是马上会撤了我这个一只脚的 他们说 如果谁再惹我一点 牧师惹我一点 我会马上离开教会的 那么这其实是属于肉体的想法的 我们的上帝呢 耶稣对我们说 要让我们来得到能力 要让我们去祷告 直到领受圣灵 但是直坚持到最后的人呢 只有是130名的 那么其他500人当中的 其他人到哪里了呢 他们是离开了耶稣的 我们首先呢 要来传因圣灵的 然后呢 因着圣灵呢 来接受耶稣 来传耶稣 来做的话呢 他的命运呢 才会有真正的改变的 其实我们的人生呢 属于这个人生呢 是真正的 是虚空的 是虚有的 你不用别人劝你说 哎你就参加第二部 也礼拜吧 第二部第三部 礼拜你也参加吧 或者是唱诗礼拜 你也要参加 不用别人劝你 你也可能是会 一直是会参加的 不想参加这样的人 是因为没有得到圣灵的充满的 你虽然是去求耶稣 但是你们没有得到圣灵的引导 所以呢 用你们肉体的想法呢 你不想去唱诗 你不想去祷告 我虽然是五云不全 但是我还是喜欢这个唱诗的 要过着得着圣灵引导的生活的 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圣灵充满呢 圣灵呢 就算是被逼迫 圣灵呢 并不是像因素一样 是要被定死在十字架上的 圣灵呢 他是拥有那个权能 是拥有那个能力的 我们要去求圣灵 在要得着圣灵的引导的 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呢 去悔改我们的罪 去告白我们的罪 我们希望呢 我们要去祷告 去得着圣灵 我们要去悔改圣灵 去求圣灵的时候 那圣灵才会降临在你的身上的 然后呢 我们要去恢复 作为上帝的子女的这个身份 希望能在神里面 神能来保护我们 养育我们的 然后呢 我们恢复这个身份 要与耶稣做交通 一直要与耶稣同情的 那么能一直同情的 才只有是圣灵的引导的 圣灵呢 只有是我们在完全的 回改我们的罪 回改我们所有的罪的时候 去求的时候呢 圣灵才会降临的 你们可以说阿们吗 如果圣灵充 如果不能得到圣灵充满的话 那么撒旦的想法 就会充满你的想法的 有的人说 哎呀 我再歇会儿吧 我歇会儿再做吧 如果这么做的话呢 那些乌鬼们 就会来钻这个空隙 来勾引你 来吸 就说来诱惑你的 那么你的名字 是否是记在生命册上呢 你现在是否是得到圣灵充满 你现在是否是上帝的子女呢 你自己可能都是会迷惑 你自己都可能是怀疑的 现在我们教会呢 有一位沙沙基上呢 他是完全是得到了改变的 那么他能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呢 他是因为圣灵的能力的 以前呢 对他 以前呢 他说 他说过很多坏话的 都说哎呀 这个教会的牧师怎么这么坏呢 他曾经讲什么上帝呢 那是他自己对我说的 但是他现在得到圣灵充满之后 他明白上帝的这一之后呢 他说牧师啊 牧师 我们我们的教会的牧师 只有我们的教会的牧师 才是最好的牧师的 虽然这是像水火不容的 这个话语的 水火是绝对不可能相容的 水火是绝对不可能相容的 你们如果想与油在一起的话呢 你们要成为油的 如果你要想与上帝在一起的话 那我们要丢掉这个水 我们要丢掉这世上的想法呢 要与油 要与上帝在一起的 如果有肉体的想法的话呢 那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上帝的子女的 如果你得到圣灵充满 那么你就会可以理解圣经来得到充满的 如果你们真正要相信这么去做的话呢 那么你们要去悔改 你们按照你们属于肉体的想法去做的事情 你们曾经是按照肉体的想法所做的事情 所判断的一切的事情 我们要求悔改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 被定时带成而死 我们要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行 我们要得到圣灵充满欧米其汉 耶稣之后来祷告